开斋节的到来意味着为期一个月的灾结月即将结束 迎来的便是欢乐融融的节庆 那生活在多元种族文化国家的你 对开斋节又有多了解呢? 那你又是否知道中国的穆斯林是怎么庆祝开斋节的呢? 今天韩大新闻有幸的邀请到本土的穆斯林同胞 以及来自中国的穆斯林同胞与我们进行线上采访 让他们来告诉你究竟开斋节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和马来西亚庆祝开斋节又有什么差异呢? 首先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了 因为在中国的穆斯林都是土生土长标准的中国人 而在马来西亚应该说所有的穆斯林都是马来人 因为伊斯兰教它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本土化的特色 因此在很多比如说穿着方面 饮食方面外形的方面都会有不同 开斋节的那一天早晨呢 你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呢 你就马上就要去吃早餐了 其实开斋节我们要求的是盛装 然后呢去清真寺 那么去参加剧礼 然后为了解你 女性也能去葡萄 是要有祝福 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成维于家人的联系 后来那些 当我们回到葡萄 所有的家人都会招集在周围 然后我们拖拖手 然后请求求得和相互相一起 开始一开始 人比方家年年代 例如父亲 然后我们将来宣传 然后尽管 当时我们将来宣传的部分 尤其是给小孩 烘烟 后面节目 我们会有餐一起 前面我们出现 去参加剧场家长的那些 会员 例如 例如,父亲落的年纪,母亲落的年纪 要去做祠 然后 sometimes 当时我们会撮了点 中间的村子 但传续典的年纪的年纪在Johor 开始前纪运开始 在家庭我煮食 像据十四年和仍 给予了优伸和亲朋输人 这些年纪的年纪 在那里面交产食 当时的年纪在Johor 亲纪的年纪会帮助 在北方地区,我是零下回祖寺地区,所以它属于靠近内蒙古的北方的城市。 主要的美食呢,有比较像游牧民族的,比如说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手抓肉,这些手抓肉呢,我们会把一整只的羊呢,就切成四片,你可以想很大片,然后用一个大锅来煮。 煮完了以后呢,煮好的羊肉呢,会直接放在一个大的盘子里面,那么大家坐在一起,直接可以拿手把那个肉撕开,就这样拿着肉吃。 我们同时呢,也会研习一些阿拉伯民族的一些简单的习惯,那么比如说我们会烙饼,这个饼呢,是用油活的面,然后呢,再做出来这样的饼,有一点类似这边的乳酯。 这个呢,通常在开家节的早晨呢,一定会做这个,就是我们为了纪念,就是和阿拉伯地区最早的穆斯林的源头,我们会纪念这样的一个联系呢,我们会做这样的一种食品。 我们来自员,在那里的食品级化传统的食品是,在冰糖,蒜末,鱼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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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鱼花。 每一名这些旅行有自己的传统食品 但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经常吃在序厨的食品 作为一个目标来说 在这一个月的斋戒的过程中 是让我们体会到的是那种 不能吃不能喝的痛苦 进而可以明白 让我们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么我也希望的是可以 触摸自己的棉薄的力量 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么在开价节一天呢 希望可以捧天同气 And I also do some charity activities to help poor people which cannot buy food and clothes during Hariraya So what me and my wife did is we donate some essential items for daily life such as cooking, oil, sugar and so on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ll Selamat Hari Raya 开摘节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换一种庆祝方式 也一样能维系 家节的氛围 最后在这里 祝全天下的穆斯林同胞 开摘节快乐 韩大新闻记者采访报导